具备了这些条件之后啊 最重要就是开始要经营了嘛 对 所以其实在 经营你自己的生活 这个斜杠生活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很核心的问题是在于说 你如何经营自己 也就是等于是品牌的经营 规划什么的 这方面的话 你辅导这么多人了 也跟我们来聊一聊这块 你说品牌的建立 对 品牌的建立 通常我的步骤是这样 我跟人家比较相反 因为很多人都说 好我要建立个个人品牌 可能是我要先拍拍影片 弄弄IG弄弄模板 然后一直po一直po一直po 然后等粉丝来 然后粉丝看 有没有办法跟你买东西 对不对 都是这样的步骤 但是我的步骤是完全倒着来 我是先确立了 你的服务有人喜欢有人要买 确立了这个模式之后 你再去把你的社群IG建立起来 先有市场在建立 先确立你有这个市场在建立你的这个自媒的管道 对 为什么我会这样带领同学们呢 因为就是我以前创业就是这样子 比如说我要卖耳式的饰品 哇 我以前就是弄一个好漂亮的官网 弄了好多货放上去 哇靠 没人买 我根本不知道大家喜欢我商场一百多个的耳式喜欢哪一个 然后我就一直等人家去下单 但是也许我根本我的商场东西根本大家都不喜欢要 但是我就是一直这样子花了我的精神去弄官网 然后弄到精神就花到我最后 我都没有力气去行销了 但就是本末导致嘛 对 有很多人也是这样 我写部落格 一直写 想说期望有一天有人来找你 有一些业配 但是我说真的现实话 有十个有九个都等不到那一天 就自动放弃 是 对 那还有一个最直接现实的就是 你以为粉丝他真的会买吗 哦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 就是我之前在做第一个服务项目的时候 是教别人怎么做podcast 比如说包含剪辑 包含上架 我记得你有去参加我那次的讲座 那时候我还没有成为斜杠教练的时候 我是先教别人怎么做podcast 因为我会做podcast 然后我那时候就卖了线上课程 卖的也蛮好的 但是呢 我后来就看那个背后的数据说 那是谁买的 我发现啊 70%的人都是广告 20%30%才是我的粉丝 然后后来就想说 怎么会这样 怎么都没有看过 反正是广告最有效 然后我就想说 可能是我粉丝不喜欢做podcast吧 对 然后后来呢 我经历了很多次的讲座 我甚至都不告诉我粉丝 就直接打广告 然后或是直接找对的需要学podcast的人 我就直接发 我没有再对我粉丝说了 然后结果发现其实导购也不差 所以这证明什么 就是证明是你养出来的粉丝 他不一定是购买者 但是有需求的人才是购买者 所以你一心一意建立起你的品牌 但是follow你的人 他可能只是好奇 所以又回归到你自己的IG上 follow那么多人 你什么时候真的买过东西了 对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子 那你把你下班最宝贵 回归到我们刚刚的时间馆 你把下班后最宝贵的时间弄贴文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不就是要有现金 你讲的太好了 真的是这样子 这是暗黑内幕吗 但是我那时候就问别人 你应该突然眼睛睁打 我不知道啊 但我相信啦 有在做KOL 或是有在网路上经营生意的人 应该都知道这一点 我当初也不知道 也都是我摸索来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次 有问一个网红 他也蛮厉害 也是知识型 我就跟他变朋友 我们就去喝咖啡 我发现我的粉丝都不买我的东西 反而都是广告打出来的 那些需求者才会买东西 他说你不知道吗 本来就是这样子 他说铁粉看到最后 他已经习惯你的存在 他要买早买了 对 没错 所以你要去一直去开发新的需求者 而不是一直死守的那些粉丝 有些人他会一直po文 但也许你的粉丝才500个 你对500个一直在那边po东西 你不如去向外面看那些广大的市场 甚至是你的一些企业的人脉 甚至比如说你在打网球 网球那边的客群 对吧 所以我都是希望说 就是不是只有网络 你的现实生活中的人脉也是更重要的 所以又回归到我们刚刚所说的 你说建立品牌的怎么做 我的步骤是第一步 就是我们先理清楚 我们特质是什么 我们经验是什么 就是先全盘的把自己里里外外 给分析清楚 那有时候有些人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分析 对 你这边会有一套分析的方式吗 我有分析的方式 但是多半 其实虽然我有一个 我自己创出来步骤 但是我觉得多半让我看人很准是 因为我从小大家都在做业务 然后也因为我上一份工作 在最大的一个外商公司的黑卡担任服务 所以我什么样的人我都看过 对 所以我就会发现 我好会看人 我一看就知道他哪里行哪里不行 所以我是 我是有点又加上我的提问能力 去引导出来的 很多人都说我很像心理资商 但我真的没有这样振造 但你做过记者 我做过记者 所以我又不是在跟你心理咨询 心理资商 我是要看你的特质 去放到对的位置 所以第一步就是 你要先分析你自己的特质 那有时候我会跟同学们一起讨论 去引导 去抓到他要的 但是最后 我也是不是帮他们找主题 是他们自己讲出来的 我透过引导自己讲出来 他们找到自我了 他们找到自己 然后第二步就是 他们会确定 好像有一件事情 可以做做看 比如说 有一个同学 他很会健身 他又很想当英文老师 然后他又会干嘛干嘛干嘛 然后最后引导出 他喜欢英文 但是他喜欢英文 不是文法 不是阅读 他喜欢讲 纯粹就是讲 喜欢讲英文的这个过程 后来我就把他的表达 给发挥到最灵迷机制 他后来变成一个英文绘画老师 但是教材是他自己的 对对对 他就是这样子 create出他一个很独特的 一个市场定位 对 那所以第一步 找到自己的优势 特指把服务项目里出来 对不对 第二步就把服务项目里出来 那第三步 我不是叫你这边开IG 不是 第三步 直接买卖看 直接卖 直接卖 先卖 先试水温 先试水温 你可以 所以说你可以用一个免费体验 跟我学英文绘画 对对对 这还好吧 免费体验吧 还好 那你可以透过小儿的广告 或是说你在你身边人脉的转传说 我现在想要试试看当一个英文绘画老师 你来跟我免费聊一聊 看你喜不喜欢我的对答 好 就这样子 就真的就是这样子而已 然后就会有几个嘛 几个人就会跟他体验看看 那当然这中间我们也是有经过一些策划的 就是要让来体验的人觉得 说英文说的那么爽跟快乐 我们就是要造成那种感觉 然后就来的人就好喜欢这样子 很快乐 没有压力的讲英文 不用再去搞什么文法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同学就会说 那我有一个包月的长期的服务 辅导 你要不要试试看 跟我一两个月试试看 那他那个时候感觉对了 他也需要了 他就买了 对 你激发了他的需求了 对啊 对 解锁了他的需求了 那你看你帮他找到英文绘画老师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当初也会说 但是教英文的人那么多 对不对 那我说你管别人 但是你喜欢英文的听说读写哪一环 你讲得很好 你管别人 对你干嘛管呢 你就不要自我画线设线了 对啊你干嘛 你只要找到一个需求方 跟你 结合在一起 他愿意付钱给你不就好了吗 对 对啊 而且我说 我就问他说 你从小也学过英文吧 他说对 我说那你去找一个英文老师 是因为 他特别学历特别高吗 还是他英俭到达几分呢 他说没有 就是感觉不错 然后觉得聊天蛮自在 没有压力 对吧 对对对 对 所以为什么很多英文要用体验课 所以你 而且他又有那个特质 就让人很无压力 然后他又倡导 他又倡导要让人家开口大胆 讲讲的爽 讲的快乐 我们就把这个市场定位 弄得很鲜明 对 然后他就 就就吸引到 也想要让英文讲的 很快乐的一群人 那像我有个同学 他也是英文老师 但是他就不是走这个style 他就走医药学术背景的 英文的 对 就是学医药学术背景 就是他是用 他是教一些医药类的英文的词汇 跟写论文的这些文章的 所以他的 他的他的 他的定位 他的族群可能是一些硕士生 或是一些医师需要这样子的英文能力 对 我们有一个同学 他就是因为他学历很高 然后他又是医药背景的 所以他就是教那些需要医药背景的人英文 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独特定位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总结啦 就是说他自己要 很知道他自己的特质是什么 然后有一个服务 但有一个服务你一定不是很确定 这个服务会被卖嘛 所以你要先出几 先去卖卖看 那很多人都说我不敢我不敢 对不对 就是我什么咖什么的 我说那到不了你真的做坏了 你退钱给人家 但你也学到了宝贵的经验 那我觉得所有我们自媒体的人 很多都是喜欢当教练啊顾问这种类型的 那你只有在教的路上 你才会越来越厉害 对 你不可能看什么英文教科书 然后去学说怎么去带人 你不会带的 对对对对不可能不可能你瞬间就变成一个你想象中的那样的 对 你一步一步要有累积 对啊 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 哈 Joy你这个带法 嗯 就是违背了我们传统的那个教学思路 都觉得我们一定要准备的好好的我们再去卖 但是你怎么准备呢 对 永远准备不完啊 对啊 所以我就会用这样倒着来 发现说他这个英文绘画是有市场有人愿意买 是 那你赶快把你粉砖再建立起来 是 然后呃 或者说你把粉砖的美化再弄得好一点 然后你再开始在你的IG上不断的塑造成你是英文和他老师形象 嗯 那这样子才make sense 不要说你今天作为一个一个斜杠事业主题 但其实根本没有需求方 嗯 那你就是一直在被动着等那个粉丝以为会上钩 但是其实根本无效处击 对 所以我是先确定了有商业模式跟有需求的时候你确定而且你自己也要确定你喜欢做这个 然后你再把你的版面好好经营 然后持续持续的扩大 其实那时候在经营再整你的版面会更有感 对啊 因为你知道你收众问会问什么了 对对对 对啊 对啊 嗯 真的是你刚才讲这个东西粉丝他不见得会买你的单 这不知道应该可以放吧 是真的 是真的啦 对啊 像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在做音乐的就是演唱会的经纪 就是在做演唱会举办 然后我们要去推票嘛 对 那我们都会自然而然认为你的粉专有三四万人 十几万人 至少你这边有一个保证的票数嘛 就后来发现只要有1%的人买票的话 这个粉专它就有效用了 对 其他都是我们要透过其他的管道去处理 就像你讲的 三四个十几万人 很了不起吗 看数字好像有点人 门面还不错啦 可是这台湾2300万人 你为什么不重视他们 而且真正的市场只是在这里面吗 对 所以那个跳脱你自己的所谓的舒适圈的概念 这里面也是一环 对啊 再来就是我觉得就是 你刚才讲那个体验 你先去做嘛 我觉得很棒 就是很多人想太多了 我不够格 我还没准备好 什么一大堆的 我觉得都是自我在设限 因为如果今天你有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代表你本身 如果诚实自己的面对 你自己 我想要做什么东西 那个时候可能都是你有些能力 你想要output 对 那这个时候output其实需要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把自己整理好 对 而不是说我要等到到什么时候 因为我看过太多人在拖延了 对对对对 那其实拖延不会让你比较快乐 因为你一直想着我到底可不可以做英文会 老师你想那么久 那你不就是先去教教看 那你先去教教看才知道 哦原来是要这样教 你应该更有耐心 所以你发现 其实到最后 都不是你的英文特别厉害 而是你怎么跟人沟通 怎么去引导学生 对 怎么让学生跟你很开心的上课 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大家不要一直被困在 你的技术不够好 就像刚刚的那个英文老师啊 他说我的那个多艺没有很好 那我说那你你多艺考几分 他说700分 我记得多艺好像是满分990 我不知道 那个那个 对对对 有了那个 他说对对对 他现在真的要考多艺 对对对 那那我说那你考700分 那你可以教儿童美语吗 可以啊 对不对 你只要教比你 就是英文不好的人 你可以control的人 不就好了吗 而且他愿意付钱给你 没有违法的情况下 那你开心他也开心 对不对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斜杠事业 对对对 所以我就鼓励大家 你要去试试看 有些甚至是你筹备很久 但是你去试之后 发现你根本不喜欢这个东西 那不就浪费时间 对 所以我会喜欢就是 你先去体验看看 刚开始 你知道我真的是被推着走 我入写杠鲜修班的 大概第四五集 就有人来找我做咨询 嗯 他你说我 我会吗 我其实我 你要说我会吗 我没有过 我只是说我没有过 我没有过 但是我做了之后才发现 诶 我怎么让别人赚 我怎么居然真的有让人家赚到钱 后来发现 不是我没有能力 是我那些能力没有被拿出来使用过 比如说包含我以前会笑死的能力 我跟黑卡沟通的能力 我过去那些东西其实都内敛在我的脑海里 嗯哼哼 你没有把它拿出来用 没错 但是你明明就是比如说你每天在想创意的人 其实你也很适合帮人家经营社群的企划 嗯 但只是你没做过 对对对对对 你讲的我很有感 因为我现在前几年 我在成立工作室之前 就曾经 因为我以前在媒体嘛 嗯 做节目 所以就是觉得自己是做节目 写企划 或者是做一些主持相关拍摄 然后有一天突然有人找我做行销 嗯 然后想说我从来也没做过行销 我只做过节目的promote 在电视上放而已 为什么你怎么这么明确的 而且就是积极的来找我做行销 对 然后我就开始推却 我又不懂我没有念过行销什么 他说你一定可以 然后就后来讲了一堆 他观察我的特质 后来我想好吧 好朋友我也推却不了 去做吧 我居然可以做得起来 对对真的是可以做起来的 真的是这样子 可是你没做过 我对自己不够认识 或者说我自己拥有这些能力 我从来没有把它来插亮一下 它是会发亮的 对啊 对对真的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我们走过的任何路都不会白费 然后我们真的不要小看自己 对 那我们因为也做越多事情的时候 你才会了解到说 其实自己是还蛮不错的 对 然后我觉得我们终生啊 人的课题就是认识自己 没错 没错 当你多认识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会放大那个优势 那这个时候你赚钱就开始了 对这认识自己是太重要 这不仅仅只是什么所谓的什么身心灵的层次 它其实是我们整个在生命当中各个环节 我如果不认识自己 我要做什么啊 对啊 我要如何做啊 而且认识自己是要怎么样认识自己 就做才知道 没错 比如说你说你可以帮人家拍短影片 你好像可以拍 你就拍 你就去拍 拍个半年拍个一年 你就知道 你就会再认识自己一点点 然后你会再拍短影片的过程 你发现 我好像不是喜欢拍人 我喜欢教人 那你去做个讲师 然后会慢慢靠近你那个魂 它是需要时间的 它是需要做的 所以我才会说我的教学 一直不是说 你就发发贴文 这个我没有必要要教你 你也不需要花钱给我学 而是我都是让他们去体验 去做了解到的 你知道我有很多同学吗 他是跟我做鞋杆之后 他发现他不适合创业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事情 这也是很棒的 你很早就知道了 你就不用在那边想说 我到底要不要创业 你知道那就安安稳稳当躺平竹 也蛮好 躺平竹知道 你躺的快乐 然后你可能还会追求其他兴趣 那这样不是也很好吗 所以我觉得 我们其实人到最后 说真的 你要的就是 开心快乐的人生 那开心快乐来自于 你很满足你现在的状态 那很多人都会一直会去 想东想西的 就是因为你 你这个问题还在你心里 你还没有看破 没错 对 我觉得今天 乔安上师开始 他每天都在上课 感恩师父 就是你每天都在上课 你就大概就知道说 大家都遇到问题就这样 确实 从认识自我开始 认识自我怎么开始 做就对了 对 真的 真的是这样 我可能会不会 有什么力 ¿